王副市長知道現在一片雞排是多少錢嗎 你要看是哪個區 物價上漲副市長黃珊珊很有感 為了刺激消費 台北市揮出新一波振興計畫 規劃產業這新商圈振興 至於熊好券2.0 更加入農好券 五億預算要刺激消費 記者會釋出政策力多 柯文哲也作求給黃珊珊 七大方案 每一項的細節是哪些東西 我們請黃副市長來說明 黃珊珊順時接球 在精美背板前 仔細講解 舞台上黃珊珊 柯文哲兩人 一個要接棒台北市長 一個要挑戰2024總統大位 但柯文哲和陳時中 儼然成為台北市長第四位參選人 陳時中前一天 接收電視台專訪 將矛頭對準柯文哲 儼然成為台北市長第四位候選人 不管在台北或新竹 就全部問工柯文哲 我還回憲跟陳佩琳講說 欸 你不要隨便上鉤 我都忘記先跟你提醒了 你們就自己去玩吧 不理你 昨天柯文哲也接受檢戶專訪 不只表明一定會選2024總統 是不要讓民進黨好選 難道是評估自己的民調會是第三名 國民黨加民眾黨 恐怕再把實在力量 基金加上去都還小於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現在幾乎是一黨獨霸你知道嗎 北市選擇民進黨擬定策略 主攻柯文哲拉下黃山山 邊緣化其他才選人 讓柯文哲在北市選戰中話題不斷 國民黨和霸卸